台东县政府官吕处11号举办一年交通之计记者会 针对明年元旦及春节连续假期交通人潮输运 普悠玛号加入连续假期的火车专运 预定明年春节首度实施未来只要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 将开放普悠玛自由洗的服务 县长黄建廷表示 明年返乡专车不仅要继续办 还要扩大办 不只是明年春节 清明中秋节也要扩大办 在订期会议会订期会有答应我们议员 不只是返江专车要继续办 而且还要扩大办 所以从明年的春节开始 接着下来是清明中秋 这三个节我们都要办 另外新加坡观望业者 与县府办理新加坡直飞台东的包机旅游 还有元旦连假加开绿岛蓝宇等离岛海空班次 官吕处长陈淑慧表示 除了连续假期有陆海空等加开的班次 另外有台东县内的计程车工程措施 都一直都有做在整个争取底下 起来台东旅游返乡团圆团圆更为便捷又快速 东台新闻吴明峰台东市报导 我不是或不喜欢你吗 有点快速